今天真的冠宇老师也帮大家看 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家庭的感情和睦 可以让我们家庭的感情和睦 的风水摆设 我们把家里面的稍微布局的时候 只要你布局对了 外面的咸语也咸语 永远听不进去 都是耳边风 我们要怎么创造这个家庭里面 只要有你好好地去布局 去摆设一样小东西 其实那个小东西在我们脑筋里面 只要视觉扫描进来之后 在脑筋里面他就会主持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就会让你说 一对夫妻里面一帐之外一帐之内 全部都是你的丈夫 不会一帐之外就不是你的丈夫 所以不要担心 只要你懂得去安排 为什么老外 我们可以看到老外 他们都非常甜甜蜜蜜的 所以老外他们就比较浪漫一点 中国人我们台湾人 中国人 基本上我们都比较不那么浪漫 所以这就是我们血液里面的关系 那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去安排 所以我们说第一个我们介绍的时候 卧房摆有一对鸳鸦鸦箱柜 鸳鸦 一个五斗柜 或是一个箱子 有时候有很多人家庭还有中式的人 那大宝箱 那大宝箱或是一个五斗柜的四断斗柜都可以 这五斗柜在这个地方的上面摆一对鸳鸳 鸳鸳你看 这个只限鸳鸳不限鲜 所以你想想你在你卧房当中 眼睛一张亮你就可以看到鸳鸳在那里的时候 事实上四神经扫描进去以后都是很讲恩爱的 如果你有摆了这对鸳鸦在的时候 你基本上你看鸳鸦在水里面 看他们逗逗逗逗逗逗 还是两个孩子一起在走 那这种状况只要能做出说 只要你这种就可以创造和谐的家庭 这个家庭里面在所有的外面的声音 只要有这一对烟羊当中的时候 这种能量人就自动能包容 这种包容能量就会特别强 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讲说 我们欧美人是外国人的时候 你看西方人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什么 他们基本上每个欧房里面 都会去摆烟羊或是摆鸭 他会鸭子摆着一对鸭子 所以他是以烟羊期待 所以这种状况之后 就可以创造一个家庭 非常非常的和谐 所以我们知道 像这个感情能够永远和睦 不会因为家人其他的成员 或是外面的所有的鹅鱼 就会把我们的感情中间 做了一个干扰 那种干扰因素都因为这个能量 就是视频就扫描进去 自动就化解 所以我们说风水事实上 它是很简单 就是以周围空间的颜色 物件它的能量源 可以导引到我们脑坡里面去组合 所以我们时候看到烟羊 常常可以看到说 烟羊在水里面也可以 你注意去看它的时候 他们整天都在斗来斗去 斗到最后里面 还是两个温和的在游 所以说我们家庭也希望说 一个家庭里面感情永远 像鸳鸯一样的 所以相信这个家庭永远是和谐的 另外一个我们介绍是 臥房白有什么 恩爱浪漫的夫妻图腾 外面我连网路都可以买到 像这种图腾 你看老夫老妻 老夫老妻当在荡秋千 你看多舒服 只要这两一对夫妻 当然这三十几年的夫妻 如果你能够有这种感情 每天都跟他一样 这两个老夫老妻 在那边晃来晃去的 很悠闲 很休闲 这种状况之下 你每天看了人家做这样 我还会做怪什么 我还要吵架干嘛 没有了 所以我们都建议说 在臥房里面 你要有这种图腾 老夫老妻的图腾 在我们的臥房里面 当你每天起来之后 你就看到 看他 哇 好高兴 他这么 那相信 我会做得到 我会跟他一样 所以说 我们就讲究说 在臥房里面很简单 把它整理得很干净 很整齐 但是很显眼的地方 也跪着一个桌子上面 甚至也可以在公婆椅中间 在公婆椅中间 那个茶几上 就给他摆一个 恩爱浪漫的夫妻图腾 这种图腾放来放去 甚至你可以立体的 它可以当鞦韆来 可以动的 那自然而然 就可以创造这一对夫妻里面 永远感情和睦 恩爱相处 所以我相信 只要你懂得去摆设 风水的一些能量 可以创造一个家庭 非常圆满和谐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